而大陆呢这个礼拜最重要的两会里头除了看到选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之外 最重要的外界瞩目的是中央银行人民银行的行长周小川继续的训任 而周小川的记者会包括他和副行长易纲两个人广受各方瞩目 因为许多人讨论第一个到底中国大陆现在的银行体系经过上一次的四兆人民币投入之后 是不是整个量化宽松也是印钞票会不会太多 货币的供给是不是太多 那么另外第二个人民币是否会升值 而我们的特派记者沈正燕代表台湾被点名 他提出来的问题就是问到现在各国都在争取希望能够成为人民币的结算中心 那么台湾有没有可能成为人民币的结算中心 而易纲在现场直接的回答 他说两岸要必须先进行货币清算机制 那么他语代保留地表示说 至于能不能成为人民币结算中心 要看台湾自己本身有没有足够的量成为国际金融的中心 目前为止呢 他整个国家以外的主要的人民币 在国家境内以外的主要的人民币的结算中心呢 一个就是香港 另外一个就是英国在伦敦的地点 那么台湾可不可以成为整个境外的人民币中心 完全是要看台湾自己的金融发展 那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整体周小川的记者会里头 从头到尾最重要的四个字 就是他们的货币政策 最重要的就是抗通货膨胀 那这抗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变成今年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要件 那么因此呢 大家会注意到可能人民币还是会适度的升值 我们一年能够进口500吨600吨 甚至稍微更多一点的黄金 那么这里有纠结 有一个问题稍微纠结一点 因为黄金市场非常的小 如果你即便是使劲的投黄金 它在你整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3.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它能够分散的也就是这个1%左右 1%到2%这样一个分散化的一个可能性 因为这个市场太小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使劲的这个投黄金 官方投黄金的话呢 有可能把这个黄金的价格打得更高 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啊 是为四项目标共同服务的 包括呢 这个低的物价水平 也就是低通胀 第二个呢 要促进经济增长 第三个呢 要促进就业 第四个呢 要保持这个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但是呢 这个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呢 中央银行最强调的 还是物价稳定这个目标 现在整个的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的余额呢 大概不足5000亿 那么整个大家知道 中国银行业整体的贷款呢 差不多到去年年底 都是已经60 将近65万亿了 到很快就会接近到70万亿的 这样一个总体的一个规模 那么不良贷款的比例呢 是0.95 所以呢 无论从不良贷款的余额啊 还是从不良贷款的这个比例的这个角度来说了 中国银行业的它的这个资产质量水平呢 都是比较好的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 这个是应该定量化分析 既不要这个这个低估了它的风险 也不要呢 就是忽然说的呢 就是好像这个已经不得了了 这个风险已经是这个这个非常分之大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里头呢 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这个实际上呢 是这个项目型的这个贷款 这个所谓呢 也就是市政基础设施 这个市政公用设施 但是有收费能力的这种贷款 那么这种贷款呢 如果银行掌握的这个适当 是吧 这个事先分析到位的话 不一定会出现 这个这个赏付上的问题 这个城镇化的进程中啊 我们有一些 这个地方政府应该做的事 但是呢 没有合适的这个融资渠道 那么的金融市场呢 还应该考虑通过改革 通过引进新的金融工具 来使得呢 这个一些 这个有综合收益的 或者有社会效益的 这个这些 这些这个项目的 这个融资呢 能够有 获得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支持 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离岸中心 那么它主要呢 是由这个市场的力量 比如说这个贸易的结算伙伴 金融机构 还有这种需求 并且呢 这个比较集中在一个地方 将来的这个发展呢 可能啊 比如说在全世界 有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金融的中心 成为这个人民币的这个离岸中心 那么主要呢 还是看这个当地的需求 和这个市场竞争的结果 这一点呢 有些呢 是这个水稻渠成 刮手地落 那么随着这个 刚才这位先生讲的 两岸贸易投资的发展 那么这方面的这个需求呢 还比较多 如果呢 有必要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呢 双方这个商谈 这个两地的这个货币互换协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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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